眨眨眼,原來我已經出了超過十年了 我一向都當我自己的音樂是一個公開人記 一個open diary 但是過了這麼多年了,我今天都很想和大家分享 我最喜歡的作品背後 其實當時王子謙的生命裏面又發生什麼事呢? 首先想和大家說一下心足 對於我的鐵品來說 這個可能是你認識我的第一首作品 雖然它不是我第一首專輯的歌 但是它的創作早在我出道之前已經完成了 故事是我畢業不久 剛剛認識了趙曾熙,我師傅 他就叫我吵這首歌 他就介紹了一個音樂鬼才 他說這個人是比較奇怪 但是你跟他應該聊得來 然後你嘗試踏出這首歌 我就背著我的電腦 背著電子琴,背著硬碟 很緊張 其實因為我當時很少和人這樣合作 我就去了這位人興的studio 他叫做楊毅 其實這個地方都挺亂的 我每個藝術家都是這樣的 但我都不敢出聲 但是去著整個星期 去了幾時之後 縮落了 靈感就開始到了 我們在創作過程之中 其實都有幾個很好的旋律 就是彈了出來的 其中就有 心足和玩具也流量 都是那時候的作品 那一批的作品 大家都很喜歡那些歌 甚至乎我和阿希都覺得很棒 什麼時候可以推出 但是在我們計劃首張專輯的時候 我們決定了曲風是想型格一點的 想一個形象是神秘一點的 所以心足就變成了一個後備 沒有用到 兩年之後 這位新人終於是 習慣了鏡頭 習慣了舞台 決定了 不如這樣吧 都是放下這個搓的包袱 所以就 嘗試反撲歸真 在我第二張專輯 超越東西的時候 就找了林若玲 幫我一件事 去講枝竹這個很重要的訊息 這首歌 講順袍 就是當你去到 兩個人相處於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最簡單的東西 就是最真誠 找了我大學的師兄 唐達 去幫我做一個R&B的編曲 然後那個MV 還要是加插了我 喜愛了很多年的現代舞 這幾件事結合在一起 就變成了 現在大家認識的心足 有種的效果 是 最難